今天禁止来到大埔火车站 乘坐20号R去乌郊藤 再上三亚村 因为约了人吃饭 这顿饭真是远水路 乘坐两转车 走两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到 来这些深山吃饭 其实都是要走一来 因为假期深山都会变闹事 更旺过旺角 现在星期三来 都很多人等车 这辆20号R 整个小时才有一班车 全日只有12班车 我乘坐9点10分 希望有加班车 通常人多都会有加班车 又不需要太担心 如果乘坐了一班 只有三多个小时就很久等了 要等一整个小时才下一班 车费是10元还是2号 如果乘坐的士来 乘坐的士来大约8多元多点 如果4个人也好 8多元没所谓 20R 如果跟回原本的班车就死了 只有12班车 几个小时才有一班车 就是因为游客多了 所以多了加班车 车就迷了 就没以前那么疏 所以车多了 人多了 反而开得更迷 反而对村民有利 多了车回来 不需要几个小时才有一班车 乌郊藤这条村是姓李 李氏宗池 阿维村也好 侄别有钱 来到乌郊藤 最重要是要光顺一下公厨 这个公厨非常漂亮 光顺后可以走九淡租 看这棵红叶 又真的挺大棵 每逢冬季 因为丰香树的叶都会变红 除了在大棠之外 九淡租 这里也有几棵很大棵 吸引了很多摄影发烧油 过来动起脚架 不停拍 看完这么漂亮的红叶之后 沿着河边小径 走前一点 就可以去到上苗田和下苗田 听个名字都知道 以前这里附近一带 都是农田 不过现在已经戏尖了 再走过一些就是苗山石坚 这里有条分叉路 可以去304米高的观音铜山 沿路的风景都不错 挺好的 林荫大道 小桥流水 大约走5.5公里就到了 如果是三步走 大约走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去吃饭 两个小时回到差不多 刚好 又没有什么斜大的幅度 基本上又是走平路 这条路都是两个小时左右 显得我们这些 不太能走的人走 来这些地方吃饭 最好有四个人 要预订 如果不预订就没有了 早几天打电话先订定 他这家士多的电话我就放在下面 如果你们想试试吃 就可以打电话 如早约一约去士多老板 到了三瓦葱了 到了三瓦葱了 挺漂亮 这条大胜索 现在水退不需要 水涨就可能要 这里有两间 一间是合益风场 另一间是福利士多 今天我们去福利士多试试 下次才是合益风场 九十几样东西不准的 背壳 滑水 烧烤 钓鱼 竹鱼 这个是什么保护区 红石门 三瓦湾 哦 全部都不给 哇 这么扔本 整条这样的桥 整条这样的路出来 又挺漂亮的 这里全部新起的 这些肯定是政府付钱 这么扔本 前面那里就是福利士多 合益风场 就这边这路过 我们不是去合益风场 我们去福利士多 所以走这边 这间就是 这里就是福利茶室 啤酒汽水 餐蛋面 原来鸡粥 凉粉豆腐花都有 行山就不用带补给了 第二天来三瓦村 两手拼拼就可以了 碗鲜 哇 海鲜 可以自己买来吗 对呀 这条很好看 这是我们的 不是 这条 是你这条 有花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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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有花苏叶 有花苏叶 如果有花苏叶 有花苏叶 沙姜雞 沙姜雞 頭盤是白切雞 全民這裏的食材是老闆駕駛的快艇 去沙頭角街市買的 不知道是不是沙頭角的雞好吃些 又嫩又滑又好濃的雞味 很久都沒吃過這麼漂亮的雞 客家燜豬肉 豬肉除了燜得夠軟之外 肥膏吃起來一點也不理 這麼邪惡的東西 都是一塊起兩塊好 哇 豆腐啊 上機吃 人是直生氣 這碟客家釀豆腐色澤金黃 煎得來不會焦 夾起來也不會散 至於裡面釀下去的 是蜜魚丸還是魚肉 已經無從稀巧 轉眼間就全部清光 番薯苗以前不起眼 拿來餵豬的東西 現在的人是當上品 但是吃起來真的挺好吃 好鮮甜的 還好吃過菜心 夾一下夾一下夾一下 夾一下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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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是青椸海盒立 海魚和養魚有什麼分別呢 海魚有鮮甜的 有魚味的 養魚是粗口的 淡的 這條肯定是海魚 這麼好吃 期待要求的 早打勿魚丸 蜜魚丸 到底是手打好吃 還是雞打好吃 我個人意見 有雞打應該比較圓滑 手打比較粗鞋 粗鞋可能有召口 沒那麼厲害 不過好吃 手打雞打一樣 最後這條 椒鹽鮮油 外酥內脆 炸得香得來 裡面也是有鮮味 吃完飽飽之後 還可以去碼頭逛逛 那裏是海岸保護公園 很漂亮的 哇 這個碼頭夠漂亮 沒有船比較漂亮 有船也漂亮 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的風景 加上這麼好的美食 正如說那一餐 都是每人160元 如果各位朋友仔 是有時間的 都不妨來到三亞村 試一試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拜拜 我覺得 好嗎 恩 師傅 也是 需要 按關 按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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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捷